要说最懂泡澡的 还得看小巴巴 因为他们发明了一款观光浴缸 不仅可以穿越虫洞 一个闪现连人带浴缸扔到景点 速度甚至快到让你仿佛在泡过山车 这天静香捡到了一本温泉景点全能图鉴 作为每三级必泡一次澡的女主 她恨不得把书上的温泉全泡一遍 毕竟她的终极目标就是拿下泡温泉最多之人的吉尼斯记录 作为满级舔狗 大雄很想住静香完成梦想 于是小多拉拿出了可以绕地球一周的移动浴缸 她首先把道具安上 接着把大雄塞进浴缸 最后按下红色按键 就出现了一张世界排名前100的超级景区 大雄随手选了个非洲 下一秒加中直接炸裂 开启了异世界大门 本以为会是一战直达 没想到浴缸竟带她玩起了尴尬六戒 接着突然加速 踩着牛顿棺材板 连地升天 投胎到了非洲上空 就看到一堆象群 在她面前列阵欢迎 她落在象群前 体验了一番纯天然泡澡后 就重新穿越回了家中 认为静香一定会喜欢这份礼物 于是二话不说找到静香 就说起了情话 馋的小多拉是猫脸糟热 而大雄是被扇的小脸生疼 小多拉本想用胶使用方法吃嫂子饺子 没想到被打成了大雄同款红脸特效 只敢躲到门外远程教学 原来这个道具会把人送入一空间 并不会被人看到 于是静香安心地选择了荷兰 下一秒 她在两个老色皮面前潇洒滑过 出现在了荷兰上方 接着一片花海就映入眼前 她在这里体验了充满香气的泡澡后 就回到了有俩瞪大双眼 坐等妹子归来的房间 一招九阴真惊 就要了她俩半条命 打完人还不忘询问 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可小多拉话才说了一半 静香就按了黄色按键 秒速出发 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 因为静香选的是 30秒无限逛景点的全球旅行 如果不解除 静香变成干尸都回不来 静香首先来到了一处冰山 本想在洞城妙龄女士前返回 可按键全部失灵 下一秒直接去了下个景点 因为静香的全球邮具有不确定性 大雄两人只能满地球景点跑寻找她 与此同时 静香穿到了尼加拉瓜瀑布 眼看要飞流直下3000尺 关键时刻 静香再次穿越 另一面 大雄凭借异性湘西的神学 找到了自由女神像 还真就发现了静香 可两人刚一脚地板油冲上去 静香就喊着下个地点是埃及玩起了飞声 于是熊猫组合连夜赶往埃及 在塔间发现了静香 可两人一个不吃酒 一个腿太短 还没飞到静香所在处 静香就一个死亡滑梯 差点带着大雄一起殉情 在接收到下个地点是西班牙后 静香便来到了一处斗牛场内 而她的对手竟是牛魔王 眼看静香活不过三秒 小多拉秒便套牛的汉子 把牛捆成了粽子 而静香也到了前往下一站中国的时间 虽然她来到了月球都能看到的长城 可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 熊猫组合可谓是把中国逛了个遍 最后才来到长城 小多拉膀胱一散 发现了远处的静香 于是她二话不说掏出人肉火箭炮 在告诉大雄如何解除全球油的模式后 便把她当人肉塞了进去 接着瞄准发射 大雄就时速八百麦 掉进了静香的浴缸 双指一按 解除了这个可怕的模式 虽然大雄就下了静香的命 可谓领证就共玉鼠势不妥 于是静香一招夺命着 就把她扇到了肉身炕核弹的小多拉身上 那么你们有最想去的旅游圣地吗 对 对